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人知道我是职业教练 为什么跟亲密关系搞上关系 其实是因为在我刚开始职业教练的头几年 我跟客户说的特别明白 我说我不会去涉及亲密关系的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在这方面 没有这样的专长 然后亲密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就是你一旦涉入到那个 你会发现肯定仅仅不止是亲密关系 特别是对于就是结婚已经有孩子的 他会牵涉到很多关系 家庭里就是那一根线 框枝框枝抽出来一大堆 对吧 就是公婆的关系 岳父岳母的关系 跟孩子亲子关系 跟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 所以他绝对就不会说 只是说夫妻双方的这个亲密关系 然后当时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能力 来探索这么大一堆关系 因为有几次误入了这样的一个教练关系 说着说着发现 说心理关系 然后我发觉我就 我就败下阵来 然后后来一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关系 有关系问题 我给你介绍给别的教练 都不要来问我 然后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后来因为我的很多的客户 都是女性客户 然后我越来越发现 其实女性在职场上的问题 职场上或者说 在女性朋友们 在职场上有问题的时候 也许是巧合 也许不是巧合 好像在婚姻家庭方面 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困扰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我觉得 我如果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去探索一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因为 我们一个人是一个整体 对吗 我们不可能说 把就是说职业 然后关系什么 就割裂的很清楚 如果我们内在 有什么障碍的话 它一定是在 多重维护 与周期间处理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为了 更好的服务客户 能够整体的去服务它 然后与此同时 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至今为止 结婚了 今年19年了 很长时间了 所以婚姻当中的痒啊 痛啊 该痒的也痒了 该痛的也痛了 接近20年的时候 就是最近有这个感觉 好像神功要练成了的感觉 就是觉得是 对关系当中的一些 很感觉 以前觉得很难的问题 现在都觉得好像 有点迎刃而解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 两个动因加在一起吧 让我过去的这大半年时间 开始探索 亲密关系方面的教练 所以今天就来 咱们就来谈一谈 当然职业问题也可以问 在直播的时候 我把这个对话的 这个范围打开一下 然后 要分享一下秘籍 谢谢了 OK 那现在就 就开放给大家提问了 要不然我一个人白话 没啥白话 你们提问的 这个同学们 就是 就你把那个静音打开 直接问就可以 或者在聊天框 但我觉得直接说更合适吧 咱们直播的话 直接的对话更合适 好吗 那个举手的Nancy 是想说吗 还是不当心举着手 其他的朋友们 来吧 我等你们了 是想说的 可以听见吗 可以可以可以 OK 此Nancy非彼Nancy OK 我听这声音了 好 你说吧 因为我觉得情感问题 它总有一个背景在里边 然后 我其实不太知道 该怎么去 一两句话 说清楚这个问题 那什么让你想要 问这个问题吧 或者说你目前 困扰你什么 目前在 在分手的状态 然后分分合合 已经有三四次了 对 就同一个对象 分分合合了三四次了 对 然后三年多了 OK 然后那你想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你是 不知道是还要继续 分分合合下去 还是说 是不是就 就此断了 还是说想 觉得为什么会呈现 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 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分手了四次 第一次跟第二次 的原因是很明确的 是我提的分手 是我比较 情绪管理比较差 然后 就是 一点小事 挤眼了 就 就提分手 这样 然后 第三次跟第四次 是他提的 然后他 其实比较稳重一些 但 就是他是 他比较 他比我要沉稳很多 就是比较理智的这样 然后他提的 其实就更严重 因为他很理智嘛 然后那 这两次都在 他事业不顺的时候 第一次是他 是他要换工作的时候 然后 我们就真的分手了 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城市 然后 这一次是他换行业 对 然后他已经 他最近已经四个多月没工作了 然后在 就在 他换行业的这种 这种 这个 这个 关头 他又提了分手 嗯 那 你觉得这个分手 是跟他职业上的 这个变化 是巧合 还是有 你们能看到 我没有办法说是 我没有办法说 这一定是巧合 或一定不是巧合 因为 就两个数据嘛 就两次 你也很难说 就是他 但确实都是在 他工作不顺的时候 OK 那他提出分手的原因呢 分手的原因 就是他是一个很 很nice的人 他不会讲我的不好 就是分手的时候 他是没有说我任何不好 或者怎么样 他就会说 我们两个 各级上不太合适 然后具体要说 我就具体问他什么不合适 然后他 他就说 就说了一些 就说了一件特别小的事情 但是 但是都不算 就是不是什么 很严重的事情这样 嗯 就是你 那个不严重的事情 那个不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们晚上 出去玩 跟朋友一起 本来他想要 跟朋友一起 再继续去KTV 然后我当时出完 拆三天回来 然后我就 我也没有说不去 然后我可能 就是看起来 真的是比较累 然后他就问我说 他说 要不然我们就回去吧 然后 我本来还有点惊讶 因为我 因为我感觉 他有点想去 然后我就 我就说 你真的想 想回去吗 他说 还是回去吧 然后于是 我们就回去了 然后第二天 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 其实是想去的 就是可能 可能这个模式 也在我们关系中 发生过 若干次吧 就是他 人真的很好 经常会迁就我 但迁就我完之后 他不是很开心 嗯 那当时他第三 这个他提出分手的时候 就是说 他给出的理由 我感觉 是不是你觉得 不是很让你幸福 还是觉得有其他东西 他没有说出来 对吗 这是我的感觉 你觉得他 所以他东西 没有说出来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很明显的 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一起 有三年了嘛 然后他可能 还没有准备好结婚 然后他又觉得说 就是 他会觉得说 他的工作 什么的生活 还不稳定 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 能给出这样的承诺 然后他不想让我等 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人 他会 就是 他觉得什么样 是适合我的 他就替我做决定 那第三次分手之后 和好是又是 怎么会和好的呢 和好是 当时我们分手了半年 然后我其实都已经 有了其他的对象 但是因为我们分手 也是和平分手 也没有删微信 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 然后微信上 又开始聊天 然后 然后聊天了之后 见面 然后又和好 也不存在 谁先提出来 就是自然的 就走回去了 对 就是 就是 就两个人有聊天 然后聊天之后 有见一次面 那会儿已经分手半年了 然后见面的时候 就是 没有人 就 我也没有说我们和好吧 他也没有说 我们和好吧 然后就 然后就 就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的感受 就是说 你感觉你现在 是想要怎么样 就是 就 我现在就觉得 如果说 我们俩分手了之后 他找一个特别 合适的对象 然后可能很优秀 或者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 真的算了吧 你看 确实三年多了 就是 可能还是他对我感情 没有那么深 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放弃了 但是 从上一次分手来看 分手半年 我还找了这个对象 他也不找对象 他也就那个样子 然后 就是 就觉得过得也 也不能说不好 但是也没有 就是更好 我就会觉得说 那个决定 是不是不是一个 好的决定 嗯 我听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个 听出感觉对不对 然后但你这么说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你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然后你就觉得说 如果他离开了我 他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幸福 我就祝福他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 如果其实他分开我 他自己过得 还是一个人很悲催 那我希望 他还是回到我身边 我得到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我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 就是如果说他 我们分手了 然后他并没有过得更好 那我觉得 如果提分手 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所以 所以这 这挺有意思吧 就是说 你感觉你在 你在评估他这个选择的对不对 然后你觉得 你们和好或者什么 好像是 呃 完全站在他的立场 在为他好 对吗 所以这个模式就 你上去跟你说 他的模式有点像哈 他也是个好人 然后他也什么都为你着想 那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说是 那对于你啊 你不考虑他呢 你不考虑他离开你的生活 是 是悲催还是幸福 你想要怎么样呢 你想要什么 就是 我是被分手的呀 其实我当然不想分手了 然后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嗯 去了好多个国家旅行 然后有过很多美好的经历 然后分手的时候 分手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说 还想跟我做朋友 然后我就 呃 紧追不舍 我就说 那做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 作为朋友 我们还以后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两个 拿着那个便利贴 在那里头脑风暴 就是写下来 我们作为朋友 还可以做什么 然后如果相同 就去做嘛 然后那个头脑风暴 出来的就是 啊 吃饭呀 喝酒呀 出去看演唱会呀 爬山啊 游泳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全部的事情 然后除了那个 除了亲密 亲密的行为 OK 嗯哼 明白 实际上 所以说 所以说实际上你是 你内心来说是 是想要留住这段亲密关系的 对吗 是的 嗯 只不过是说 如果你看的话 所谓他找到 比你更好的 你感觉自己也许是没有条件 或者没有资格去跟另外一个更好的人去竞争 也不是说竞争吧 我觉得可能他就做了对他更好的决定 那就那就算了 就真的是 或者我把它重新解释一下是 你就觉得你被分手是 是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也不是说可以接受 或者是理所当然的 是一个对他来说好的决定 对他来说好的决定 或者对你来说 OK 难怪我可以被分手 因为他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对我来说 我就只能接受现实啊 因为 人家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人家过得更好 我就只能接受现实 OK 所以 那有没有觉得 如果这样做的话 好像掌控权在别人 就是说你 你就是 主角于对方 对方找到更好的 那我就先歇了吧 如果对方没找到更好的 我也许再去争取一下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对 你 这是你希望的吗 你希望掌控权在他手里吗 你 我 我也不是说 我希望掌控权在他手里 就 怎么说 我不想是一段 勉强的感情 所以 你似乎想要从他 从某种方面来 获得一个确认 也就是说 你们再次走到一起 他一定 他是真的是真心真意的 而 想要得到这种 确认的这个方式 是你 我感觉 就是你脑子里的 可能 也许你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原因 或者一个假设吧 就是说 我怎么能知道 他对我是真心真意的 我就看他 跟我分手以后的生活 如果他又找了一个 很更好的 那他 确实 当时跟我分手 跟我分手是真心真意的 确实不想跟我再见 如果他过后 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 那或许 说明 他当时分手 实际上 也不是说 真的是觉得我不好 我感觉好像是 你要通过他 通过他过后的 这么一个行为 来得到一个确认 这是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们不是 就第三次分手 之后 他是有明确跟我表达 说他很想还跟我在一起 就虽然说是我们 我们不是 就是 就是我们复合的那个时候 是没有刻意去提 但是复合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明确跟我表达说 他很想跟我在一起 觉得 觉得很爱我 其实是有这样确认的 然后大概就半年 然后又出现了 就是又跟我分手 然后在这半年期间 他的父母 对我还没有说一大声 他是英国人 在这期间 他的父母还来了中国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 也挺开心的 然后还一起 又出国旅行了一次 那次旅行 是我们旅行中最好的一次 就是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争论争吵 这样 因为你知道旅行 先手到做决策嘛 之前我们刚开始 第一次第二次旅行的时候 是有一些争吵 跟意见不一致的 然后上一次 就真的是很好 就是一切都很合拍 就觉得好像经过 两三年的摸合 越来越了解彼此 越来越懂得照顾彼此了 就是这半年 就是从我的角度去看的话 就是挺满意的 然后可能从我的角度 没有那么满意吧 所以我只能就是说 我只能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想从他那里 得到一个确认 说你到底 是不是真心的 你怎么样的话 然后你想通过的 这种方式 我会觉得说 你把这个方法 你看是不是make sense 通过他跟你分手以后的行为 来得到这么一个确认 在我看来 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 也许不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确认方式 一个他很被动 他完全是 你说 那你就等他 看他多久呢 半年之内不交女朋友 一年之内不交女朋友 你再确定 接下来你该干嘛 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 对吧 这个 当这个主动权 完全在对方手里 而且他也没有个期限 然后你知道 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怎么着呢 对吧 这是一个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成立 能够通过他这样的行为 来得到你想得到的答案 或者说你这样 通过他的行为 得出这个答案 他就符合逻辑嘛 是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从正面上来说 既然你很正确的这段关系 而说实在 你们既然进行了脑爆 居然那么便利贴 然后来看你们想一起做的事情 最后发现可能除了 没有跟亲密的关系 其他做的事情 都是可以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特别在乎 这个关系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要问你自己 我愿意为自己再争取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还能做出什么 我还想做什么 我做了以后 也许最后不成功 也就不成功了 但是我觉得你 现在是怀抱希望 然而又把控制权 放在对方手里 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我 就是我接下来 暂时可能会做的事情 就是他 我会觉得说 他的就是 当他工作上有不顺利的时候 他的人会变得消极 当他人变得消极的时候 他会对我们的感情感到消极 他会感觉到有压力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 有三年多了嘛 然后 那我觉得我 我想要 我接下来可能会做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是讲出来 就是 就是他接下来 三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肯定还是会找一份 就是换行业 换一份工作 然后我觉得 如果他的工作稳定下来了 然后相对 来说 就是以他的个性 他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个性 会到他那个乐观 那个状态 那也是他跟我说 他还想跟我做朋友 然后 也都是 因为是和平 分手的时候 也没有吵架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们俩住的也很近 那在这期间 可能还要联系 以朋友的形式 还会有联系 那如果 三个月半年 到那个 他的积极的状态的时候 他如果还是一个 就是想要 就跟我想继续做朋友 而不想做男女朋友的话 那我就会 就会得到一个确认吧 就觉得他 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 可能是一个 深思熟虑的 一个想法 对 既然你 你现在有这么个猜测 也许他的分手 跟他的职业发展 是有关系的 可能那个时候 他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不能给你提供 任何的保障 那 是否可以去 我不知道你们 就这个问题 有没有去交谈过 去 去你正面的去跟他 探讨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只是说 比如说你等 等他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 再看 是不是有机会复合 那 之后 这个问题 如果不去直面的话 你们在一起 然后他工作又出现波动了吗 难道你们的关系 就随着他工作的波动 在这边 起起伏伏吗 这不是你一个 今后想要面对的 一个 一个情绪吧 就是 在他 在我们分手 第二天 我其实就觉得 我就把这个想法给他 告诉他 我说 我说 有没有觉得 就是 当你 当你工作不顺利 心情不好 其实那个时候 不只是他工作不顺利 我 就是去年 我们分手的时候 我的压力 我那个时候 连着加班了一两个月 我的工作 其实压力也很大 我的状态 也不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 我就说 你有没有觉得 每次这个 因为工作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个节点分手 然后 那之后又 又复合 有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状态下去 做这样的决定 不是一个 深思熟虑的决定 但是他当时 就是在消极状态 他就说 他说 不是 我们是因为 开心 然后才在一起 然后那个开心 是冲动的行为 他是跟我 反着去说 然后那我也没有 继续争论下去 因为我不想再 再争 然后过了 两个月之后 我又跟他发信息 就讲过这个事情 然后 那他没有回复 就他没有正面 去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 还是有 自己的问题 不是 对 敬意一下 其他朋友能敬意一下 OK 那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这里 不可能每个人说 很长时间 但我 我听到 我就觉得 可能我唯一的这个 能说advice 就是说 你意识到说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OK 就是说 我感觉你的这个 模式 好像你的行为 要condition on condition on 他对面发生了什么 当然你自己 可能说 我为他考虑 但是 我觉得在关系当中 当我们都在 为对方考虑的时候 这个关系 很多时候 是doesn't work out的 OK 如果我们 首先第一 我们为对方考虑的时候 我们是在假设 我们是有读心术的 对吗 我们觉得 他可能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会这个怎么样 然后我们会怎么样 首先我们是没有读心术的 我们对对方的很多假设 都只是假设而已 不一定 很多时候 他不是真的 然后很多时候 当你如果是 因为考虑到对方 而没有直接把自己的需求 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积攒一种 一种委屈在那里的 你就像前面 你说到他的时候 他非常迁就 迁就别人的好人 总有到一个时候 他前面所有迁就的东西 会积攒到那里 到一个点 他会爆发 他会受不了的 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give up了 他可能前面 都一直迁就到一个点 他说我不干了 我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是好人特别危险的 一个模式 他就是这样子的模式 对 如果你是这样的好人 那怎么去应对他 就是说 我觉得在关系中 两个人都要能够 充分地表达 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OK 不要这样再说 我要为你好 我为了实际是对你好 我可以做什么 我等你怎么怎么着了 我再怎么样 看上去是很好心 实际上对关系 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害出多个好处 所以在关系里面 我觉得在这一点 可能自私一点 自私一点是说 我们要表达自己的需求 然后想到说 我能做什么 我能控制的是什么事情 对方怎么样 那是对方的事情 这也是我经常 你说 我辅导一些关系 我觉得科提夫民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 而且在中国文化当中 科提夫民特别难 我们的文化特别 水乳交融 那种东西 你和我的那界限 特别不清楚 这科提夫民 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所以说 在这个关系当中 能分清楚 什么是我能把碰的 什么是我能做到的 什么是对方的事情 对方的情绪 对方的感受 对方怎么面对这个 这是他的功课 这不是你的功课 不要把对方的功课 你来做 不要假设 你能都明白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你来帮他 做选择 做决定 这都是关系杀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跟所有的人来说的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特别不容易做到 我们的界限感特别不清楚 因为还有一个 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就是我们一说到界限 就会觉得会是冷漠 对吗 就感觉是关系就疏离 界限那么清楚 好像关系就不清静了 但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当界限清楚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自由的清静 当界限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自由的 大家都纠缠在一起 你缠着我 我缠着你 谁都捆绑在一起 谁都不得自由 OK 所以这个是 我想对你说的 谢谢 OK 评论区里很有意思 有一些判断 你自己看吧 我不读了 OK 下面一个 我看到另外一个举手 好 小青同学 林玲姐 然后 我刚才也听了Nancy说很多 然后觉得好羡慕 其实我听了 觉得很羡慕她 因为我觉得她在念爱的时候 然后就能去 开始去觉察 然后去上这样的课 然后可以去跟教练去交流 我觉得如果未来走向自己 真正想走向一段缘故的感情 应该这是一个 很好的自我成长的时机 然后相对来说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然后呢 其实我的问题 就是在婚姻中发现的问题 然后 那我大概情况就是 我工作 工作时间也是差不多 有八九年了 然后 我结婚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工作一路都很忙 其实从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对 刚开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很好 我觉得对方也挺好 对方也觉得我很好 然后但是工作之后 我慢慢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感觉我已经 就是完全变成 跟以前不是一样的人了 我觉得 就是以前可能自己就是很散漫 活泼自由的那种风格 然后工作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纪律 然后特别的 可以说强迫症吧 然后或是对人特别苛刻 这可能是我这种工作氛围造就的 然后 其实 我的大概问题就是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我的工作状态 我和我在工作中那个我的样子 虽然我也比较觉得就是工作 确实带给了我很强的一些能力 然后这种能力可以帮我应对一些 很严酷的环境 但是 我确实不喜欢那个样子 然后辞职之后回到家 但是回到家之后 然后发现我的账户 他大概是外语吧 虽然没有 就是情节没有特别严重 就是 但是就可能是跟人家聊天 出去 牵手拥抱之类的 没有实质性的 但是我 我会很伤心 让我伤心了很久 然后 然后现在我比较困厚的点是说 因为可能我也看了很多 然后我会觉得 对方是不是其实 是在我跟对方摊牌之后 然后他才回来 然后是不是其实对方已经不爱我 虽然对方已经说 他说他实爱我了 但是我 我没办法相信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我以前可能 有可能现在回过头看 我没有太多的能力 去呵护自己的亲密关系 虽然当时的我觉得 自己已经尽力了 但是 但是确实如果坏现在的我 可能会做得更好 但是 但是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 第一我 我就是 就是那种特别信任的人 然后 然后他这样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觉得很多东西 都丧失了信任 就是 我都不知道 就是还能不能信任对方 然后 包括自己的判断力 然后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也 就是包括对方 他说他是爱我的 然后他 可能只是因为 当时家庭压力太大了 就是 就是因为两个孩子嘛 然后他们 就是状态也不太好 然后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理由 让我觉得 我一直想象中的是说 是不是因为 通常是对对方不满 才会出现这种行为 所以 所以大概是我 我现在处于很困惑的状态 我听到两点 一个是说 在情绪上 当然我觉得 属于这样的这样的情景 就是 感到非常受伤 这都是人之常心 非常受伤 而且非常正心 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这么一个 你全身心信任的人 居然会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 这可能让你 光是对他不信任 也许你 对整个亲密关系 都可能不信任 对吗 就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都这么一路走过来 居然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我今后还能相信谁 今后我在遇到什么人 他可能还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这个还怎么弄 这是我感觉 就是你在受伤之外 的这个整个可能 对人的一种信任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是说 因为你对于这样不信任 你不知道怎么样 去获得一个确认说 他说他还是爱你的 然后你可以继续 把这个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总结对吗 小秦你觉得是 是这两点吗 听话吗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包括我 其实我自己早年的时候 对自己 我曾经想说 想过我可能会是 一个不婚主义 我会觉得自由 其实挺好的 但是现在我陷入了 这种情况 觉得好甘尴 就有孩子 我觉得这就是 属于就是 就是 你要骑虎难下 就是一种 有尴尬 有痛苦的状态 如果没孩子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问题 稍微简单一点 对吧 大不了 就是老娘不干了 是吗 就是我就 对 对 我对我自己 就是对 我会觉得 那就这样吧 那就送你开心去好了 然后我也追求 其他的人生了 对 那我们把这个当做第三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第三开始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什么 什么牵挂都没有 什么责任都没有 我们一拍两散 对吧 不开心我们就散了 这个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 但是散了 在某种程度上 它在逃避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散了 你觉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实际上 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逃避问题 因为你 除非你说我这一辈子 都不要亲密关系了 你这一辈子就是独行侠了 OK 那你就把亲密关系 从你的这个人生 当中划出去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虽然 现在的独立女性 我完全可以一个人生活 但是我觉得亲密关系 还是我们幸福的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说 如果你不把亲密关系 划出你的人生的范畴的话 这个问题还是需要面对 而这个面对是 没有办法 就是说 只是通过分手去面对 所以就是我想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 去面对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即使我们现在暂时不考虑 我们孩子对我们的影响 因为一旦牵扯到孩子 又牵扯到很大的情绪 我们只是看我跟他的关系 那前面 前面两个的话 我觉得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关信任的问题 它实际上 涉及到一个 我们对婚姻 或者对人性的一个 一个信念 一个假设 对吗 就是说 我们走入婚姻 当时感情基础比较好 我们是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 我真的只能说 是美好的愿望 对吗 我们愿望 我们这是 这个得了 这个一心人 是吧 能够我们一起 能白头偕老 但是 但是 这是人性吗 我觉得 这个是我 我非常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婚姻 就是反人性的 一对一 从一而终的 这个关系 是反人性的 就是说 你不管这个人 多么高尚 多么崇高 多么怎么怎么 坐怀不乱 但也是他可能 就是自己克制能力 比较好 但是我们如果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 社会的道德规范约束 或者自我约束的话 我们会开小差 也不能说开小差 我们会移情别恋 可能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个 人性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说 它不一定涉及到说 这个人有多么多么坏 就是我们如果说到 信任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一个人坏或者不坏 他体现在 他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后 他怎么去对待它 他是 带着对对方的爱 不管是谁 还有尊重 还有平等 还有这个去面对 这个人性的弱点 还是他抱着自私自利 只为满足自己 不顾别人死活 来对待这个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本质的区别 就是在我看来 大家可以不同意 所以我会觉得 但是我会觉得 但是我会觉得 对对方 比如说 你刚才说 具体怎么去处理 但是我会觉得 是每个人人性 可能都是会容易 一起灭 但是很关键的一步 就是看你会不会 去付诸实际行动 比如说 我会觉得 我们可能都会脑袋 里面会有开小差 会看到一个觉得 好像是更加符合 自己标准的人 然后会去 浮想联偏 然后甚至有可能 一起去聊聊工作 然后满足自己一些 对于这样的幻想 但是我觉得 聊工作以外的事情 或者就有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就是 属于有实际行为了 实际行动 这个实际行动 实际上 我觉得就体现了 对方的不责任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 我觉得每个人 对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 他会有不同的 有的人会觉得说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 你开小差都不允许 你不能对人家 别的女生多看一眼 这都是不行的 有的人觉得 多看姐也没关系 脑袋上胡思乱想 也没关系 只要你不跟人家拉手 不跟人家谈话 有的人说 你不跟有实质接触就行 有的人觉得 有实质接触了 可能 夜情可以 对吧 但是你不要说 要什么怎么办 不要跟他分财产 这就可以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当中 它没有一个 到哪里 算是本质的区别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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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 在每个人心里 它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对这个事情的 Tolerance 那你 你可能你的现实 是这样 那你根据你的现 来 对他做出评判 但 我在说 这个信任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现在觉得 它发生了这个事情 它让你觉得 对其他人 都没办法信任了 或者对他说的话 永远就不能再信任了 那 这个信任 这个信任 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信任 以及 是不是说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 别的都不能信任了 你想要的信任是 我明白 我明白你说了 其实我想要的 我现在很确定 就是一份亲密关系的信任 这个亲密关系 我理解就是伴侣 就不管是说 是在婚姻 还是说 比如说有些人 他可能 没有婚姻 但是他是一个很亲密的 就比如说像那个 徐晋雷黄丽星 这样子 没有婚姻 但是他是很亲密的伴侣 但是我理解 对于伴侣的要求 就是会很高 对 就是比如说 我可以 普通的朋友 我可以信任到 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或者说是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一些 就是离婚的夫妇 然后他们可能 对于孩子的抚养 等等等等 上面 他们会有一些信任度 但是他可能 不会有情感上的信任 我觉得对于伴侣信任 应该是要求非常高的 至少我觉得 忠诚是一个底线 然后可能 可能我觉得在之前 我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 对于忠诚的底线 是很高的 我之前可能 曾经会觉得 OK你跟别人 去聊天什么的话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但是我 其实我当时想了一下 就是现在我想了一下 我其实是担心 对方出现这种行为 不告诉我 因为我会担心 我会一直被蒙在鼓励 那种感觉很凄惨 但是真正当 遇到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意识到 我的底线就是 不能分心 去有实际行动的分心 因为我会觉得 那个就是相当于 精神出轨是很糟糕的 对我来说 有实际行动 我觉得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 人家不也说吗 很多人说吗 很多人会 比如说回来之后说 会对自己的妻子说 我其实真的是 很爱你 我一直是爱你的 然后对对方 没有感情 但是 大家不也都说了吗 说如果你真是爱一个人 你不过去爱上 第二个人吧 对我就会 我会有这种执念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记得 我看 真的 就是 就是少女的时候 看天龙八部 看那个什么 段正成 那么多女朋友 我心里好生气 然后长大的 长大以后 好像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不知道 但是你不想做 他其中的一个女友 对不对 肯定 我不想做 我不想做 我觉得人家可以 我不想做那样 对吧 看看小说是可以 就是说 作为人性来说 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特别好 小青就是说 你的界限在哪里 你看清楚了以后 这就是你的 你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 我们接纳 一两天正好跟一个人说到 接纳是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人把接纳 看作是 好像就是允许 他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接纳 我理解的接纳 他不是说允许 也不代表认可 也不代表喜欢 他接纳就是代表说 哦 我知道 人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在 我的家庭里面了 然后就是这样了 不接纳是什么呢 不接纳就是说 这件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这里 这件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老公身上 我头上 这不公平啊 我不想 我不愿意 然后我就痛苦的不得了 这个是不接纳 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 这是不接纳 但接纳的话 就是说 OK 那就是发生了 那事情这样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 就像我走到外面 可能会被车中一样 对吧 那就是发生了 虽然我不喜欢 所以 你如果接纳这一点 我觉得人就会舒服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的 我的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 那我的界限如果说 我现在很清楚是这个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再去 再去想下一步 然后 我在想说 刚才还想到一点 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它需要什么条件 也就是说 其实跟前面一个 有一点点 前面一个朋友 有点相似 就是说 我们是否是说 要得到一个确认 就是说实际上 你想要的确认是说 我确认他 人就是爱我的 我确认他 接下来再也不会出小差了 再也不会开小差了 我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话 我感觉 我就没有意义 再往前走了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感觉吗 小琴 嗯 我觉得可能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吧 就是我也会执着想说 确认他 到底是不是还是在爱我的 还是只是因为 有的时候会觉得 从理智上来讲 想一想 跟对方可能 未必有那么好了 然后跟我在一块 时间很长 然后双方呢 加磨合的也还可以 然后所以走下去 是很自然的 回到这边 是更好一点的 我不太确认这一点 还是他确实 内心深处 发现他真的是爱我的 嗯 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重要的 但是同时我觉得 让我觉得 比较被爱的一点 就是 嗯 就是我发现 我会内心深处 有一根红线 就是那个原则 他老在敲打我 他会说 不要再给别人 犯第二次错误的机会 就是一旦 他踩了这个红线 就不要再给机会 嗯 然后 然后但是我同时 又感觉得到 如果当我 比如说 我跟对方 想去尝试 我想 我想离开他 然后我又会很痛苦 因为 我能感觉得到 我内心深处 对他是有感情的 嗯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感觉 就是说 你对他是有感情的 然后但是你心里的 那个价值观的 那个就是 另外的声音 老觉得说 不行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可以的 然后同时 你看向未来 你又觉得非常的 担心就是说 如果你 你怕死了这一个 如果以后 是不是还可能 出现同样的事情 然后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 那我现在还 还是不是能够 往前走 对吗 嗯 就是对于将来 这个事情 我们先不说 就是我们前面 其实是因为婚姻 它 它 carry了很多的内涵 在里面 它绝对 虽然我们大部分时候 是因为感情走入婚姻 但一旦进入婚姻以后 它就不再是感情的问题了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经济 共同体 对吧 那我们如果先 先不把这个考虑进去 只是谈感情的话 也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 都是使用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想着说 嗯 我 它对我的感情 是不是让我有信心 或者说我能觉得说 这个关系是可以进行下去 是肯定会有一个 一个好的结果 这样子我才是值得的 还是说 嗯 我其实 嗯 不管它结果怎么样 因为我对它有感情 我希望就是这样往前走 走到哪儿算哪 走到哪儿算哪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你要说结果倒向 还是过程倒向 往前上就好 那个什么 像在谈职业了 但是我觉得在 跟感情关系上 也是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 是很在意这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 它不是说拿高工资 或者什么 那这个结果是说 我确认 它是爱我的 我知道我们今后 大概率上 应该是可以走到底的 这样子我才能怎么怎么样 还是说 我接纳 不确定 我接纳以后可能 还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但是因为我现在觉得 我对它有感情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我愿意说 只是过好 当下的这个 每天维护关系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关系本身 就我最近 我跟人说 就是我觉得是 关系其实 就是在一个过程 如果我这么想的话 对吗 就是我们说 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其实就是 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的相处 之中 就有关 才成就关系 但是我们在受伤了以后 我们在受过一次伤以后 会特别担心 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会特别担心 自己再次受伤 所以说对这后面的 这个结果 就会特别 特别有一种执念吧 因为是一种害怕嘛 因为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在这样的事情 而且会把后面的这种 事情再发生的可能性 这个概率 也会觉得既然发生了一次 那后面可能还会发生 对吗 如果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可能觉得不会发生 发生了就觉得还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的关注点 就会慢慢的转移到 那样的一个结果上面 然后以此来判断 我现在到底还要不要 继续去修复也好 去维护也好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你要问自己的 既然我还是在乎它 那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是我们 接下来的二十年 再也不出错了 还是我在乎的是 我希望现在每一天 跟它好好过 我希望 但是同时你心里的那条红线 又在不停的 叮叮叮 对吗 然后就说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那这条红线 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 把它放在面前去 审视它的 这条红线来自于哪里 这条红线 是不是可以被修改 然后如果你把它放在人生 人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就好像是 一个比喻吧 你们一起乘风破浪 然后忽然一个浪头打过来 然后他打了一个大机灵 或者他一下子被打下去了 但是 但是他还没有弃船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一个决定是说 我们还一起吗 因为你这个大风浪 你没扛住 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场合里面 我是觉得 你不要跟我在一条船上 还是我们在一起走 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 对 这个是你 你要思考的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 perspective里面去看 这个也经常就说 其实我的观念就是 我并不是劝和或者劝离 或者劝任何的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去审视自己 对待这个亲密关系的态度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的决策的政策是什么 你对他 这个 你对人性的这个 观点是什么 然后你的这个 什么东西你可以容忍 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容忍 也不叫容忍吧 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接纳 然后可以 可以允许它的变化 哪些东西 你觉得是这个是 是不可以的 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只要你想明白这一点 然后你的行为 跟它取得一致 这样子你心里就会平和 其实我觉得最后的 这个目标可能就是说 不管你待在关系里 还是走出这个关系 我是跟自己是 是很平和的 不是说我们还在 内心两个东西在打架 那这个是 我想说在感情上 如果你要看到 其他社会经济关系的 那些衡量 那就 那就也是挺麻烦的 一个事儿 但是呢 有一个我觉得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就是说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进入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对对方 有很各种各样的期待 对吗 但进入以后 尤其是在关系 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个设想 就是我把它归零 把它归零不是说 我从此对他不期待 而是换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对方 这个人 我对他什么期待都没有 他就是路人甲 然后面对这个路人甲的时候 然后你再看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对我 这个很功利的分析 有些什么benefit rate 然后说有些什么 那个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你会看说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还愿意继续 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而且当把这个期待归零 再去看的时候 你可能对他的 有些事情 会有一些感激 就是因为我们期待 在这里的时候 他做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缺陷 然后但是我把期待归零 他做到这里的时候 说哎呦他还做了这些 这些做的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足以 让我觉得这个婚姻 是值得继续下去了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对然后 而且这里面要知道 就是真的 他不仅仅是感情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婚姻 一个很大的痛苦点 就是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们赋予了他太多的 他无法承担的角色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配偶 这那那什么什么都那个 但是他当初不起那么大的角色 这个时候你就要再想说 作为我的老公 如果我愿意他让他当我老公的话 哪一个角色 他是必须要承担的 如果不承担的话 这个婚姻就就就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吧 然后其他的那些角色 我可以不从他这里获得 我可以从别的方面 我可以自己自足的 然后说到你刚开始前面说 其实你觉得你结婚工作以后 好像变得都不像原来的自己了 对吗 所以说你可能都怀疑 对 我老公对我不满意 可能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我根本不是他当年喜欢的那个样子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你喜欢自己的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也是喜欢你当年的那个样子 那你可以 对吧 把自己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说还原到 变成首先变成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 你把你自己变成你喜欢的人以后 至于说他对你有没有改变 那是他的问题 这是他的课题 对吧 那首先你要喜欢你自己 因为你现在问题说 因为这关系出了问题 你发现你都不喜欢你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 你觉得他不喜欢你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对 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自己 你也很难进入别的亲密关系 嗯 你对进入别的亲密关系的时候 你也会非常的不安全 你也会非常的把握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课 嗯 明白 我可能需要把过去和现在要整合一下吧 因为我会觉得过去的我是很可爱 但是没办法生存 但是在生活上是没办法生存的 现在我可能是没那么可爱 我自己也会觉得 其实在没有碰到这个事情之前 我就已经觉得那个样子我很不喜欢 但是他能生存的比较好 所以可能现在 对 现在这个时刻我可能需要整合一下 对 所以这是一个你的 一个假设 或者你的信念 这个信念产生是因为你之前的工作环境 给你的这么一个信念 但是这个信念是不是成立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离开了这个环境以后 你再看 你看看你周围的人 你看看你喜欢的人的样子 是不是他们就没办法活 对吗 所以说 你当你修改了这个信念之后 你的行为会发生相应的表白 嗯 还是因为我在这儿没法跟你私聊 嗯 如果你你愿意我这样公开的回答 我就公开的回答 但是你如果觉得不方便 那就我就先不说了 嗯 或者你觉得要说的话 你就把话筒打开 直接说 嗯 其他有问题的吗 要直接问的 可以公开是吗 OK 那我读一下你的问题 你说男朋友身体不好 我很担心恐惧未来 但是又舍不得几年的感情 以及担心之后 遇不到这么好的人 感觉欠阶段进退两难 OK 呃 身体不好对吗 就是 其实这个 这个 最有他很现实的东西在这儿 也有他 呃 就是对 以及 以及情感上的 那我可以问你说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身体不好 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你最担心的后果是什么 你能直接说吗 华为P20 20 嗯 我帮你净 我帮你解除静音哈 喂 你愿意说吗 我想知道说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嗯 就是担心以后照顾他 会瓦解我自己的意志 嗯 你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能够 一直照顾他 就是说这个照顾 你会 你预见到是会很辛苦的 是吗 嗯 对 我担心自己不够坚强 嗯 现在呢 现在他需要你照顾吗 嗯 现在不需要 但是你觉得他的情况在 在变化 对 因为现在毕竟年轻 但是之后的情况 不确定性太大 所以我就 嗯 很悲观 嗯 那这个将来是多远的将来 就是说是 你是觉得他 你看他现在年轻 这个将来是指他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还是觉得三四十岁 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 嗯 他现在是三十岁 但是 未来的情况不太好 好说 因为这个跟个体情况 跟个体差异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可能是 一二十年 或者是 三四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嗯 最可能的话可能是 二十年 二三十年吧 最近的 最近可能发生的 就是一二十年 对吗 十年之后 可能会有问题 嗯 对 那你担心的是 到时候 你因为照顾的太辛苦 自己体力不支 还是你怕自己 因为照顾 把你对他的感情 磨灭掉 嗯 都有吧 或者甚至 最极端的情况 就有可能 嗯 就可能生命出现问题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担心他不在了 嗯 对 嗯 所以啊 这个我感觉 跟我前面说的 也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说 过程和结果 对吗 就是将来的不确定性 我是不是 能够说 我要知道 我到时候 能够面对这个事情 我到时候 首先我能扛得住 第二我 到时候不会嫌弃他 嗯 第三 他能够跟我一起 活到七八十岁 嗯 这个时候 我再来决定 我现在 是不是应该 跟他继续下去 哦 对 最关键的就是 这个不确定性太大 然后我自己 又是一个 悲观主义者 所以就会 一直在恐惧这个结果 对 嗯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之后离开 就是如果不考虑 你男朋友身体不好 如果我们是 都是正常的健康人的话 我们所有的 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 都有可能发生 对吗 是的 只不过就是 因为你男朋友 现在已经 你可能看到了 所以他可能发生的 感觉概率更高一点 但是真的实际上发生 呃 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你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嗯 对 就会比普通人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嗯 所以这问题变成说 因为我们普通人 我们虽然有这个概率 但我们至少 现在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现在 好像已经知道了 这个风险 那我还要不要 进入境区 对 就感觉像是一个 定时炸弹一样 就是一想到的话 就会压着自己 闯过气来 嗯 但是如果你放弃的话 你觉得他人太好了 我可能以后再遇到 遇不到这样的人 那也是未来的 一个不确定性 那说 所以说这样哈 如果我告诉你 没事 你 揭拐脚 就能遇到一个 更好的人 你觉得你现在 就能够很 痛痛快快地 离开他吗 嗯 不会那么痛快 可能还是心里 还是很痛苦 但是有可能 还是 还是会吧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肯定这个过程 还是很痛苦 不会很痛快 不会很痛快 但是 但是你觉得你会这样做 就是如果我告诉你 肯定会有个 这样好的人 甚至更好的人 但是身体健康 你觉得你现在 就能做这个决定 离开他了 嗯 也可能会纠结一下 因为 没有设想过 就是 我觉得可能 百分之六七十 可能会 可能会离开吧 嗯 但是我如果跟你说 肯定不会遇到 像他这样的人了 你就肯定不会离开了 是吗 你会承担将来的 可能的风险 不 这个也 也不一定 我在想 甚至我自己 一辈子不结婚 然后 这种风险 我应该也是 可以承担 OK 所以说 你现在面对风险 一个是说 有可能今后 要照顾他 然后之后 发生了一段 一堆事情 有可能遇不到 一个心仪的人 也有可能 遇到一个刚好人 然后所有的 这些概率 除了老天爷 没人知道 对吗 嗯 是的 嗯 所以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 选哪条都无所谓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这么想 你这么想 你面对的 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控制不了的 控制权都不在你手里 他会往哪条路发生 就是最后结果 发现怎么样 他可能都不在你手里 这时候 选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呢 另一个角度 控制权又都在你手里 因为由于你的 所做的行为 能改变 他这个事情 发生的概率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 他有他 我们无法控制的一部分 老天爷的那部分 因为我们能够影响 他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统嘛 对吗 我们 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 你要是离开他 你要找另外一个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但是呢 我非常努力的去找 我把这个当做 一个项目来管理啊 然后 我 我 我花 所有的力气 我一定要找到 个新一个人 到处 也许 你就 由于你的这个决心 然后你就能找到了 嗯 但是你会 也许可能你离开他以后 你心灰意冷 你会觉得还算了 这辈子也 也就这样 我再长不到这样好的人 我心里对他还有内疚 我就干脆一个人过了 那你就遇不到好的人了 嗯 然后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哦 你想想说 嗯 至少我们俩还能看看星星 一二十年 一二十年以后 再说吧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 一二十年以后 我已经不是现在 我自己也许 我那时候非常强大 也是我们经过 一二十年的历练 我们的感情 已经坚不可摧了 嗯 但是非常有可能 在他生病 还没有生病之前 你们俩感情 已经崩掉了 我就瞎说哈 因为 anything could happen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也许 在没有疾病 在没有打垮你们之前 别的事情 把你们打垮了 嗯 对 这个也是有可能 不过这个 不是当下考虑的 主要因素 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就是可能是身体 对 我只是 我只是在 可能想让你看到 你看到的这个 不确定性 或者说风险 很大的一个事情 其他有很多事情 都是不确定的 就是我们常常 看到一个风险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假设 其他的东西 它好像是确定的一样 就是肯定不会发生 而这件事情 是大惯例会发生 其他的事情 都是小概念 但我想让你看到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 只是你没有看到 其他的不确定性 当你看到很多的 不确定性以后 你在 你在看也许 怎么选都可以 然后 怎么选都可以的时候 你到底要选啥 来 那就是 什么是你能把握的 是你当下的感受 对 可能就是身体的话 这个 这个在我心里 权重太大了 就是我自己可能 无法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比如说 感情生变啊 这个 我甚至觉得我 我自己应该 也是可以承担 就感情生变 你觉得这个打击 不是很大 如果是身体的话 对 因为我感觉 那个过程 可能折磨太久 因为我自己 家里也有 就是 就是 就 病人 然后那个心理的煎熬 实在是太痛苦了 OK 如果你离开他的话 你心里会有愧疚吗 会的 会的 这也是之前 一直没有离开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很 一两年前 其实也想过 做这个决定 但是就是因为不舍 然后还愧疚 所以没有 那如果你觉得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一个 像拯救者的人吗 你觉得你是因为 你特别 要就是不忍心伤害他 所以 跟他在一起 要照顾他 对 一开始 这个比例占更多 但是到现在的话 然后耽搁久了 然后也会担心 未来是不是 还有 能遇到更好的人 然后这个因素 也开始慢慢的 比重在变大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回到我前面说 自私的说法 就是说 不管你离开他 还是跟他在一起 我希望都是 你绝对自私的想法 明白我意思吗 是 你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能给你带来 带来更大的快乐 然后这个带来的 现在 当下 以及可预见的 十年之内 给你带来的快乐 大于你今后 有可能会要面对的 那些挑战 那些痛苦 所以你选择跟他在一起 而你离开他 也是因为 你不愿意去面对 十年 二十年以后 那种 你无法承受之重 你想给自己一个 更好的机会 你想给自己一个 不想面对这样的机会 所以你离开他 然后你也能接纳这一点 你在道德上 没有感觉 受到什么样的绑架 或者什么样 所以你离开他 所以我觉得就是 首先你面对的不确定 不管你离开还是不离开 都有各种的不确定性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离开还是不离开 你都是接纳自己的选择的 要不然的话 你离开一辈子愧疚 你不离开 心里总是处于恐惧之中 我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任何一个选择 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嗯 对 我在想的是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 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就比如说是因为 我这个悲观情绪太重 所以是我需要改变 这种悲观 然后努力的乐观积极一点 还是这个纠结本身 其实确实是有意义的 然后我就应该 我就应该好好地 慎重选择一下 我会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 对吗 就是我觉得到 接纳自己就是说 我们选择承担 我们能承担的 我们放下 我们不愿意承担的 也许就像你说的 你因为看到了家里的人 受病痛的折磨 我不想去面对这个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 对吗 然后就好像觉得 我看到聊天室里面 有人说 其实你即使离开了他 你还是可以关心他的 你不会是 你不一定说要 像妻子那样照顾他 但是你还是可以关心他的 只不过是 我不处于这个 配偶的这么一个角色上面 就是我们不需要 就是说对自己要求说 因为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 我道德上我怎么上 要不然我就成为了一个 好像很自私自利的人 或者怎么样 其实如果是因为 这个在一起的话 那这样的矛盾 今后迟早会成为 破坏你们关系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的想法 我会觉得 比如说 从感情上来说 一定是你觉得 进入这个关系 对你的好处是更多的 不是说 对对方的好处是更多的 而你说 我是不是过于悲观 我觉得他没有所谓 正确的悲观 或者乐观的 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You are who you are 你现在这个三观 你的信念 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都是你的精力塑造的 以及你天生的一些 一些气质特征 所以这个 这都是OK的 只要你接纳你自己 好的 我大概理解了 我觉得之前可能 做选择的时候 就是考虑太多 其他的因素 就比如说考虑 无法面对它 然后把自己也给困住了 对这个 其实也是回到 我们最前面就是 我们尤其是 对吧 你对他有感觉 就是我们不想伤害别人吗 对吗 我们不想伤害别人 一旦我们开始考虑到 不要伤害别人 什么事怎么样最好了 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纠葛不清了 但是往往没有想到 当下看上去 没有伤害过别人 不伤害别人的事情 在长期来说 对他们也不是一定有好处的 嗯 对 这个角度确实应该 我应该 以后考虑问题的时候 更应该 就是 清晰一点 果断一点 就不要再带那么多的 就其他的因素 因为你想 两个人走在一起 我觉得哈 我们都是希望 对方是真诚的 我们从感觉上来说 你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你真的想 跟我在一起 不是因为我十年以后 可能成为一个病人 所以你不 你不忍心离开我 我想这样的情感 它里面有一种 看上去好像是 关爱 但是 也有一种施舍在里面 我觉得有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吗 就是你做一个 对你没有好处的事情 只是为了对方 有点感觉 有点施舍的感觉 所以 所以这是 这是我的 我觉得 你真的是能够 真心真意的 跟他在一起 因为这对你好 我觉得这对你们 两个人才好 嗯 对 之前主要就是 因为心了 然后我觉得 之后确实要 想想看看 从我的角度思考 然后怎么对我来说 更 是更开心的一个选择 对 然后 分开了 你还是可以关心他的 对吗 嗯 对 这个 不过我当时想着 可能分开了之后 彼此不联系 可能是更好 因为 还是害怕 在旧哥布心 还会更伤害他 OK 呃 我会觉得 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说 我们想了 是不是会伤害对方 我希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说 让对方来决定 嗯 对 我们老是判断说 这个可能会伤害他更多 这个可能会伤害他更少 呃 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 跟他说 我 我 你当然可以说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伤害你 然后但是 也要给对方一个机会 不能把人家的嘴给封上了 然后就腾吃 盖棺定论 这我认为你受伤害了 嗯 对 之前确实都是 因为我自己的阅历不够 然后可能就是 以自己的角度 然后 过 过太过谨慎 总是小心翼翼的怕 就是对其他人不好 嗯 对 就很多时候 真的说 就我最近看了一个例子 反正是怎么回事 反正 嗯 一方对另外一方 他觉得是说 嗯 我是对他好吗 然后我会怎么怎么 其实接受方感到的是愤怒 嗯 接受方感到非常生气 说你凭什么这样来揣测我 然后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嗯 我真的不知道 嗯 OK 所以不要 不要做太多的假设 嗯 对 我刚看到有人问我说 如果分开最令我痛苦的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 对于感情的 就留恋和不舍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 确实也是 嗯 将来可能一个人生活的 一个 一个孤独 对于那种孤独的害怕 可能 这两个是 令我比较痛苦 嗯 将来是不是能孤独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你可以主宰的 嗯 对 因为 就是感觉 呃 女生年纪大 然后就是圣女太多 然后不太好找 哈哈 啊 这个圣女真是 哈哈 你如果认为这是个问题 这就成为是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你能做什么 去获得你要的幸福 嗯 好的 其实当我们觉得圣女是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 我们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 不能说假装不看见 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 我觉得女性的 女性的思维是什么在这里 如果我们觉得圣女是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 被控制的地位 放在一个被人挑拣的一个地位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位置的话 那何来力量呢 没有力量了 你就是被市场在挑选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得到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 对 好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问题清晰了很多 然后我就要回去再继续想想 就是仔细想一下 思考一下 好 祝福你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莉莉 嗯 好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 你看一谈感情吧 谈三个人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哈哈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嗯 应该我看到聊天室里没有别的问题了 哈 大家都说自私很重要 要听自己的内心 对 嗯 什么都想要对谁都好 对 好了 那祝福大家 拥有 美满的关系 但是我想说 任何关系 不管你进入了 有没有进入婚姻 或进入婚姻以后 啊 关系本身 就是挺难的 哈哈 我觉得我们接纳 呃 一个长期的关系 呃 是很难的 就像 我以前写文章也说过 对那个少有人走的时候 开篇就说 人生苦难重重 对吗 你 你如果先看到这一个 关系 非常困难 哈哈 你的心里 担子就放下了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呃 小时候哈 看小说受毒害什么的 就就就觉得好像 呃 前面恋爱谈好了 呃 后面就一帆风顺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呃 所以说 它是一个长期的努力 然后是一个很 很难的事情 但是呢 与此同时 在这个很难的过程中 它确实是我们自 个人成长的一个 呃 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 它 它比职业 其实更能够让你成长 我在某种程度上 因为关系你逃不开的 嗯 各种各样的 然后 而且它对你 职业对吧 你不喜欢换一个对吧 它不会给你 造成的内伤 有多严重 但是关系 哇塞 这一下手 来心里 哗啦 一个 一条口子就出来了 然后 呃 很多时候 有因为这个伤害 有可能很深 所以让你产生 很大的恐惧 然后对你后面 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然后它这种关系 又投射到 你生活的各种 维度的关系里面去 呃 所以它真的很难 所以咱们接受它 很难 然后再来 慢慢来 OK 自我修炼 OK 好了 那就这样啊 拜拜 这里是 亿亿的成长部落的 第四十字直播 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广告说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